苹果高通正式分手,英特尔成最大赢家。 近些年来苹果与高通的专利纠纷不断,也引起业界很多人士的猜测,苹果会不会抛弃高通的基带,另寻别家呢? 近期,高通公司的财务长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苹果将在下一代iPhone产品中完全使用英特尔的基带,将不再使用高通的基带产品,这也说明,苹果高通正式分手了,英特尔获成最大的赢家。 高通作为老牌的半导体厂商,在基带技术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通基带的T、Mobile和AT和T速度都要领先其他厂商的同类产品一大截。 但是苹果和高通矿日持久的垄断诉讼成为苹果高通分手的导火索。 2017年,高通以苹果部分手机产品中,部分使用英特尔的基带为由,扣押了苹果10亿美元的专利费。 在此之后,苹果高通的纠纷一直不断。英特尔与翁德利,正式拿下了苹果这一单大生意。 但是不得不说,高通公司刚刚因为并购失败交了一笔罚金,现在又失去了苹果这一个大客户,高通难免会有些郁闷。 但是苹果没有把事情做绝,英特尔在接到订单后曾尝试与苹果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出为2020年iPhone提供基带产品的计划,但是苹果回绝了这一邀请。 随着5G时代的到来,高通掌握众多5G专利,2020年或将成为5G手机的天下,如果苹果公司想要生产5G手机,必定绕不开高通这一关。 看来这次只是苹果给高通的下马威,至于两家核实重归就好,目前还没有定论。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过去40年来,从日本外流到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亚洲国家的顶尖科技专家超过1000人, 使日本能否保有尖端科技领域竞争优势的一律升高,已引起日本官方关切, 尤其是在纷扰多时的东芝、Touchiper、半导体事业出售案后。 透过大数据分析,从1976年到2015年春季,日本电机产业约有490人跳槽到韩国企业,196人跳槽到中国大陆, 另有350人流向中国台湾或泰国等地。 由于这项分析只计入个人专业程度达申请专利的人才, 实际上日本科技产业流失的人才恐怕只多不少。 在这40年中,从日丽、Heitki、Panasonic等日本八家科技大厂外流到韩国的专家, 占了至少40%,外流中国大陆的专家则占近30%, 而且其中许多人相当年轻,在流向中国大陆的人才中,40岁或以下的占了超过90%,在流向韩国的人中则占逾70%, 日本人才在2000年后开始明显流向中国大陆和韩国。 一名被外国电机场挖角的日本专家说,2000年后,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日本工程师多达数千人。 他认为,上述报道提及的人数仅是冰山一角。 他国企业往往不吝寄出极佳条件招揽日本人才。 例如,2005年,有位日本电子厂研发工程师被利人投公司找上, 表明韩国三星电子院开出比目前职位高于30%的薪酬, 附带一间三房公寓以供住宿, 即使单身人士也如此, 这位工程师接受了, 为三星工作了7年才离开。 有了任职于三星的资历, 意味在韩国绝不会找不到工作。 这种现象的结果之一, 可能是当日本相关产业营收原地踏步时, 中国大陆和韩国制造商却快速成长。 根据QuickFactSet, 72016年指的十年间, 三星营收增长了一倍, 中国大陆华为营收更飙升于四倍。 有位三星工程师表示, 中国大陆企业能够在三年内完美复制, 他人的, 技术。 即使韩国科技发展突飞猛进, 减缓了向日本人才招手的必要, 但中国台湾, 中国大陆等地仍将持续挖绞日本工程师。 另有一名年约四十, 在冬至四日是晶片厂工作的日本工程师, 先前也被代表某家企业的猎人投业者看上, 向他开出约三千万日元, 约176万元人民币, 年薪, 并承诺一旦该企业新工厂顺利设立并投产, 将额外发放五千万日元, 约295万元人民币, 奖金。 猎人投业者表示, 只要你愿意在中国大陆工作三年, 就能赚得很满不满。 最近新机消息流出的手机品牌很多, 单单本周就有16日被外网曝光的小米7渲染图, 16日晚间发布的华为P10系列, 17日晚间中兴发布的其下手款可折叠手机XM, 以及19日开启预约的iPhone X。 三星苹果独霸全球手机市场的局面, 似乎早已一去不复返, 中国众多国产手机品牌也开启了全球圈粉的模式。 有趣的是, 在各大品牌大四圈粉的行动中, 似乎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和媒体机构买账的品牌也有不同。 美国最爱三星其次苹果。 前段时间, 美国权威媒体消费者陈述, 美国消费者联盟发行的美国最大消费者月刊, 评出了全球最好手机排行榜, 前五名依次是Galaxy S8, Galaxy S8, Galaxy S7, iPhone 8, iPhone 8, Plus。 前十名中, 三星, 苹果几乎完全霸占。 有意思的是, 三星在今年上半年推出的Galaxy S8, 被评为了市场上体现最好的智慧型手机, Galaxy S8外形创新以及续航、拍照、 防水能力上都优于苹果, 苹果上个月刚刚发布的。 iPhone 8反而排到了第四名, 榜单发出时iPhone X尚未发售, 所以不纳入评估范围。 印度、小米逐渐代替三星。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三星拥有印度手机市场26%的份额, 小米市场份额为13%, 仅为三星的一半。 然而到了第二季度, 三星的份额降至24%, 来自中国的联想, 小米、OPPO和VIO进入了手机市场前五名, 在印度市场对三星形成围攻之势。 三星第一名的优势逐步遭到蚕食。 据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 科技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 近日披露了印度智慧型手机市场三季度的部分信息。 信息中显示, 三星第三季度的市场份额为22.8%, 小米市场22.3%, 两家公司已经只有0.5%差距。 去年三季度, 小米的市场份额还仅仅只有6.4%, 这就意味着小米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一年内翻了将近4倍。 从今年年初以来, 红米4已经成为印度市场最热销的智慧型手机型号。 按照小米的这个架势来看, 小米极有可能在未来, 代替三星成为印度智慧型手机市场的第一名。 根据美国媒体机构Yaneth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 预计2018年, 全球智慧型手机用户数量将会继续保持增长。 其中, 中国智慧型手机用户数量将位居全球第一, 达到13亿之多, 几乎做到了人手一步。 而印度则以5.3亿个智慧型手机用户排名第二, 美国以2.29亿个智慧型手机用户排在第三, 较第一, 二名的差距较大。 身为第二名和第三名, 美国和印度的用户目前似乎更爱三星, 小米, 苹果三个品牌。 身为未来智慧型手机持有人数最多的中国, 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众多国产品牌百花齐放。 那么, 各位网友更爱的是哪个品牌哪一款呢?